五位意外去世的明星,第一位被逗产杂死,而他螺死草丛成蓝解之谜,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,这是人之常情。 但是死于意外的人也大有人在,娱乐圈中的明星表面上光鲜亮丽,但是背后的心酸却无人能够理解,尤其是对于演员来讲,其中受过的苦难更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,虽然大部分演员都会在危险的时候使用替身,但是已经会有意外出现。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来说说,娱乐圈中五位意外去世的明星吧,第一位被盗杂杂死,而他螺死草丛成蓝解之谜,一,著名小品演员张小光,是赵本山的第十号弟子,出演过不少作品,在圈内也是小有名气,但是某一天张小光,在辽宁上张无仙的收费站出口驾驶摩托车,仅随一辆四轮机动车出收费站时发生车祸, 不幸身亡,因为五十五人的高速费而走了捷径,最终却把自己的命都搭上,小编真心觉得不值,而提到王玉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熟悉,但是他在八十年代时非常有名气的,但是当初他在拍摄《红楼梦》时却出现了意外,当时王玉玲和男朋友在乘坐直升机观光及牢亚火山的节目时,因为直升机出现故障, 不幸之落在了附近的汉玉玲,当时的王玉玲年仅二十九岁,真是甜度英才啊,三,对于《国长号》战剧《永不灭》的番号,相信很多小伙伴都非常喜欢,反正小编是看过很多遍了, 对这部剧中想编印象最深的《试听到算盘》这个角色,虽然高长号长相频繁,但是演技却非常精湛,只可惜在片场时,因为一头鱼受惊,把高长号带到了沟里,导致脑部受伤,最终死亡。 四,李小龙的名气在国内相当高,而他的儿子李国豪,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当起了演员, 但意外的是李国豪在拍摄乌鸦的一场枪战戏时,一把道具枪却射出了真的子弹,而李国豪因为失血过多而身亡, 小年二十八岁,五,任娇是赵本山最美女徒弟之一,也因为性感的身材,任娇还获得过某选美比赛的亚军,虽然在娱乐圈中混迹多年,但是这一直没什么代表作,所以大多数网友对他的印象只是身材好。 但是却在某一天,任娇,被发现,罗死在酒店的草丛中,虽然宝道说是任娇醉酒自己摔下楼的,但是却难以扶重,所以他的死亡原因,至今成难解谜。 对于这五位意外去世的明星,第一位被盗杂杂死,而他罗死草丛成难解之谜,也真是让人觉得可惜了,这五位明星,你觉得谁的死更可惜? 你还知道哪些死于意外的明星?